約翰福音20章 約翰福音20章 今天聖靈提醒我說 不要老是靠iPhone iPad 到末日到時候 會有那種沒有電的時候 到時候你家裡沒有這種聖經 你要找聖經還真的沒有 約翰福音20章 我現在 對 就在那裡了 可是我的 我要講的要點是什麼 我再想一下 但是這一段的還原 大家你看這裡面有講到矽麻布 有沒有 有講到矽麻布 然後講到矽麻布的狀態 矽麻布還有果頭筋 果頭筋在哪裡 第七節 然後矽麻布 就是果絲布在第五節 都在那裡 強力推薦 我們上星期才 末世先鋒 在我們的頻道裡面 才訪問的丞相傳道 直接我把果絲布的那個 那個印出來的那個 放在那裡 請丞相牧師直接解釋 對著經文來解釋 耶穌復活 然後你從那個來看 所以強力推薦 你們一定要上去看 因為在這裡沒有時間 講那麼多細節 重點是 耶穌的復活 耶穌的復活是什麼樣的復活 第一個我先問大家 耶穌復活 耶穌上司教之前 他把誰給復活了 拉撒勒復活 我問你 拉撒勒復活了以後 死了嗎 死了 OK 好 耶穌復活了以後 這一點好 這個關子我賣一下 賣一下 賣一下這個關子 OK 耶穌復活的時候 他也復活了一小批人 那一小批人有沒有死 差別就在這裡 OK 差別很大 OK 差別很大 好 那個等一下我們會講到 好 再來講這個細麻布跟果頭筋 當初我很快的還原那個現場 照以色列人埋葬的習俗 如果你是 因為暴力死亡的 然後血還在身上 因為生命在 因為生命在血裡面 所以呢 既然生命在血裡面呢 他就不把你身體擦乾淨 不像正常的死亡這樣子 OK 然後呢 也不是像拉撒路這樣子捲的 OK 好 他是呢 直接呢 那個先用一個帕子 把你的臉先蓋住 因為那死亡的那個臉孔是很 好先把它蓋住 然後呢 到了那個墳墓裡面的時候 把這個帕子放到旁邊 OK 然後呢 把耶穌的身體啊 把耶穌的身體啊 是 假設這是耶穌的身體 頭在這裡 這樣子 然後腳在這裡 好 然後呢 這樣 這樣 一塊布喔 一整塊布喔 一整塊布喔 上就這樣子 這樣 這樣包 然後呢 從撕開他的一條巾後 旁邊的邊 再把它稍微抬一下 因為他的手 他的那個手是這樣子 膝蓋圍彎曲 這樣 那後來這個護佛的影像 全部都留在杜林果實簿上面 所以強力推薦 那 為什麼 約翰 那時候去看的時候 看見就相信 他就這裡面 特別提到這個 果頭巾 還是捲著 放在那裡 然後呢 這一個 果實簿 還是同樣 留在原處 那什麼意思 可是彼得看不懂啊 彼得 那 約翰跑得比彼得快 那約翰自己講的啊 可是約翰跑到那邊 就蹲下來在那邊看 彼得出誤了 後道一下先衝進去了 可是彼得看不懂啊 約翰在旁邊看啊 所以約翰看見就信了啊 彼得沒有信啊 為什麼約翰看見就信了 因為當初約翰呢 是唯一沒有逃跑的門徒 在那邊陪著耶穌嘛 然後甚至耶穌說 把母親瑪利亞交給約翰 幫他照管 OK 然後 所以合理的 你當然是這樣 不可能說那個時候 你就跑了 一定就是護送著耶穌 然後到了這個墳墓裡面 看著他安葬的情節嘛 OK 所以他知道啊 那個腦海裡面不久以前啊 也不過三天前而已啊 可是這一次 那個大石頭 本來不可能被滾開的大石頭 被滾開了 然後他一看 天啊 當初包裹 耶穌的那個果絲布的樣式 還是在照原來的樣子 那個這樣子 撕下那條布 這樣子果 還是在那裡 纏著還是在那裡 位置還是在那裡 沒有動的呀 那個果頭筋啊 當初要安葬他的時候 拿他下來 放在旁邊把它捲了 放在那裡 還在那裡 everything remain the same 唯一的不同是什麼 耶穌不見了 如果他的身體是被偷走的話 就沒有這個經文 如果他的身體是被偷走的話 像這些羅馬 這些那個法律上 那幾千來來這樣的謊言的時候 那是要把 就是像站起來 然後弄起來 你知道 就是 拿掉了 你知道嗎 這是很亂的 好像那個拉薩路 耶穌就拉薩路出來 拉薩路就 然後耶穌就 那耶穌就才說 你們把他身上殘果的拿掉啊 讓他可以走路啊 讓他可以走路啊 因為拉薩路是這樣捆 他木耐一直這樣捆 OK 所以呢 原封不動的狀態之下 耶穌不見了 不只是不見了 而且把他的受死的 所有的血痕 那個荊棘的冠冕上面的刺痕 花痕什麼 鞭傷 被十字架受 在耶路撒冷地上跌倒 那個膝蓋的傷 背後的那個傷 全部所有的細節 丁痕在哪裡 被刺毛的槍傷在哪裡 一切全部記錄在上面了 不得了啊 真的不得了啊 OK 而且那個是 那這樣復活的影像出去了 是 等於他是 沒有外來光 是等於他自己 自體發光啊 他的身上的每一個細胞發光 而且要照著那個 跟果絲部的距離要成比例的 明暗度的對比 是數位化的 以至於你可以用現代的科技 把它還原成3D的影像 全身的 好讓你 一切自以為高的科學知識 沒有辦法否認 耶穌的三天三夜 越拿的神機啊 這個彎曲悖逆的時代 越拿的神機 你如果看不懂的話 對不起跟救恩無份 因為再也沒有比這個更厲害的神機了 來證明他就是彌賽亞 來證明他就是彌賽亞 所以 約翰看見就信了 而且 這裡面有一句很重要的 你看瑪利亞 瑪利亞那個時候 他說 因為有人把我阻挪去了 我不知道放在哪裡 說了這話就轉過身來 看著耶穌站在你 卻不知道耶穌 耶穌問他說 婦人為什麼哭你找誰呢 瑪利亞以為是看圓的 是圓丁 就對他說 他說 先生 如果你把他移去了 請告訴我 你把他放在哪裡 我便去取他 然後耶穌跟他說 瑪利亞 那個聲音太熟悉了 對瑪利亞也太熟悉了 就算你變了臉 你做了什麼手術 你的聲音變不了 所以耶穌說 我的羊認得我的聲音 這是非常非常親密獨特的聲音 就好像我跟我媽媽關係很好 我很愛我媽媽 可是他過世的很早 可是到現在我還可以 好像我的耳朵裡面 我還可以重複他 叫我說 用台語叫我的名字 那種聲音 那種音質 沒有人能夠仿冒的 一樣 然後 耶穌跟他說 不要摸我 因我還沒升上去見我的父 你往我 門徒那裡去嗎 他說什麼 你往我什麼那裡去 弟兄那裡去 我要上上去見我的父 也是你們的父 見我的神也是你們的父 他父佛榮耀掌管切 他說 他可以說你去見我的仆人 你去告訴我的這些仆人嗎 然後替我打一下屁股 尤其那個多瑪實在是太糟糕了 你看沒有 OK 他 見我的弟兄 為什麼見我的弟兄 大家有沒有想過這個 為什麼見我的弟兄 我跟你講 這個 我 好像 半年前才終於領悟到 因為 耶穌是 末後的亞當 耶穌是第二個亞當 就好像 創世紀裡面的亞當夏娃 亞當是第一個亞當 我們 所有的 基因 跟他都有關係 這樣答清楚嗎 那 the last Adam 就是 意思 你聽過 對 這個問題很好 就是說他是 the second Adam 應該這麼講 第二個亞當 所以 他呼活了那個時候 就成為 好像 像当初创世纪的亚当受造了以后 从他以后所出来的全部基因跟他都会有关系的 这样你懂吗 耶稣复活的时候 他那个是复活的荣耀的身体啊 他这一粒子麦子已经落到地里面又长出来了 当他再带出许多子粒 像我们这样跟他这样一起复活的时候 在那一天啊 他来带我们的时候啊 我们那个复活的荣耀的身体 是跟耶稣那个时候复活的荣耀的身体 那个时候一定大有关系的 因为旧照已经过了 亚当第一个亚当全部没有了 完全是全新的第二个亚当的身体啊 从他那里来的 他是我们的prototype 他是为什么 所以为什么哥罗西书讲说 他一定要成为第一个首先复活的 因为他第一个首先复活才成为 Hallelujah 这个有没有 复活的 复活节够不够兴奋 OK 足以让你忘掉人生的这些劳苦酬患 你想一想这个 就像保罗讲的 所以我很喜欢讲国度的福音就这样 我不喜欢讲那种 哎呀祝福啊 那个祝福不是祝福 我们真的看不懂 我们微小的眼光 短浅的眼光看不懂 有的时候 家给给你一点点苦难 试验你一下 你就挺不住了 就以为是咒诅神不爱我了 没有啊 不是啊 你不能用这个来量啊 量量上上下下 一下他爱你一下 不爱你都搞不懂啊 也快乐不起来啊 顺境的时候快乐 逆境的时候就让他下去了 又变草莓族的基督徒了 OK 不是了 OK 你想象这种天国的福音啊 何等荣耀啊 所以保罗讲啊 对不对 所以是这些我们现在所暂时成的那个 比起将来的荣耀是 那个贵重 清贱之比啊 所以眼光要放在那里 你就会活出这样子 复活得胜的DNA啊 要先得到这个复活的DNA啊 那你就会开始得胜啊 All right 这个东西很重 很热 Yeah You know 但是如果神在给你力量的时候 让你有更多力气 啪 不是变成轻吗 他有改变那个重量 没有啊 他要加强你的muscle啊 加强你的strength啊 这个搞不了你啊 你知道意思 不然你一天到晚就抽屉放一点小 小伎俩你就一天到晚啊 你知道那你看他是万王之王耶 他不是丐帮的帮主耶 呵呵呵呵 那个要 在启示录里面 我们在那边面前这样子 大家是要把那个万王之王 那个有那个王的荣耀 跟性情跟品格跟那个得胜的 把那个王冠拿下来 跪在那里献给他 万王之王你配得 这个是他应得的荣耀 是从万王之王所献上的 就是从我们这些王所献上的 皇冠 他是万王之王 不是丐帮帮主 所以告诉葛壁 他不是丐帮帮主 然后我们就跳到哥林多前书15章 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复活的奥秘 哥林多前书15章 哥林多前书15章 这里面讲到说 既然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 怎么在你们中间说 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呢 就说既然我们已经传了 耶稣是复活的 没有办法否认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你们说好耶稣复活 可是没有说我们这些 其他人会复活的事情 保罗说很奇怪 因为他为什么他这样讲 如果没有死人复活的事 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 就像我刚刚讲的 基督复活是为了 基督的复活是跟我们的复活连在一起的 你知道意思 一粒麦子下去又出来 一定要许多子粒的 所以这两件事情是分不开的 他复活是为我们复活的 然后若使人真不复活 神也没有叫基督复活了 你看保罗是把这个次序倒过来讲的 为什么 他是把目的放在前面 就是像我刚刚讲的 耶稣的复活是为我们的复活 耶稣受死是为我们受死 他可以永远不死的 他也不用复活 他本来就不死了 他是甘愿来为我们上十字架受死 然后复活 所以我们才能复活 目的是这样 他不需要来走这一趟 除非他是为了要带出我们的复活 这样的意思知道吗 所以保罗这个经文的意思就是说 所以他把目的放在前面 若没有死人复活的是 基督也就没有复活 让大家这个逻辑上清楚 在后面更清楚 若死人真不复活 神也没有叫基督复活 因为死人若不复活 基督也就没有复活 基督若没有复活 你们仍在罪里 那我们就比众人更可怜 就是在基督里面睡的人也灭亡 如果他只是受死了 没有复活了 那我们也就死了 来 你还记得耶稣要讲 耶稣那时候讲的这句话说 我求父 他就送圣灵保惠师来 圣灵保惠师来要做什么事 要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 自己责罪自己 为罪是因为你们不信我 是永生上帝的儿子 我是基督 有那么明明先前的证据 你不相信 证明你的悖逆 为义 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他的复活 证明是他是义的 全然圣洁的 完全无罪的 是完全在神面前是无瑕吃的 所以神一定要叫他复活 因为他的复活就证明他保血的功效 我再讲一次 因为他的复活啊 证明他的保血是无瑕 无吃是永恒的功效 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就不定罪了 为罪为义 所以我刚刚讲为义就是讲到复活 他往父那里去 为审判就是 为审判是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 就是撒旦 世界王是谁就撒旦 什么时候受了审判 就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受了审判 我们看一下 然后再来我们讲一下 复活的次序 复活的次序 这很重要 这很重要 22节 第二十二节 哥林多前书15章22节 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 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 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 和赫盆里面讲出熟的果是基督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以前翻译的圣经没有对耶和华的结起这么了解 For as in Adam all died So in Christ all will be made alive But each in his own turn 你好像排队一样 In his own turn 排队 大家要照次序来排队 那谁站在前面 谁站在后面呢 然后就 接下来他就开始讲次序了 第一个就Christ 基督 后面是一个斗点 后面是一个斗点 再来是 The first fruits 出手的果子们 再斗点 Then 再来 这是排第二位的 再来就是 Then when he comes Those who belong to him 当他来的时候 就是他来把我们提走那个时候 OK 就是我们的 我们是属于排第三位的 OK 然后呢 在后面是什么 然后最后 The end就是 耶稣 还 就是 OK 然后进最后的时候呢 末了就会来的 就是 世上的果度要结束 基督的果度要开始 我把他讲 快点好吃 基本上呢 我刚刚讲的一二三了 第一个是谁 第一个是谁 照次序 基督嘛 基督要首先护活嘛 第二个是什么 出熟的果子们 好 第三个 就是我们这些人的 OK 我排第三位的 第四个还有 但是那个是 在那个白色 对 那是千禧年以后一千年 所有没有信耶稣的也全部被复活 那第四次的 前面三个都叫做 属于第一次复活 这个领域 所以第一次复活的有份了 因为他们不受第二次的死的苦 OK 好 这样清楚了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马太福音27章50节到54节 这个大家一起来念 50节到54节 一二三请耶稣又大声喊叫 气就断了 忽然 殿你的曼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 地也震动 磐石也崩裂 坟墓也开了 以遂圣徒的身体 多有起来的 有没有 第53节 到耶稣复活以后 他们从坟墓里出来 尽了圣城 向许多人显现 第54节 百福长和一同看守耶稣人 看见地震 并所经历的事就齐齐害怕 说这身是神的儿子 有没有看到 不只是有地震 不只是那个时候 日头下午3点不应该变黑的 OK 还有什么 他们还看到这个事情啊 坟墓开了 以遂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 我请问你 那个圣徒的身体起来 是什么时候起来的 就在耶稣断气的那一时刻呀 为罪为义为审判啊 为什么 为审判 因为这世界的王将要受审判 在哪里受审判 在十字架上受审判 所以当下以遂圣徒的身体 多有起来 死亡的权势当下就打破了 所以保罗才说 十字架是上次神的智慧跟能力 跟隐藏的奥秘 如果这世界上的执政的掌权的 一切有权位 他如果明白神要在十字架上 成就什么事情的时候 他们就不敢把耶稣钉十字架 所以比奥庄臣才说 他们到现在每天都在后悔啊 说哎呀 我们当书时代 不应该把耶稣收到十字架的 you know ok yeah 好 所以 然后呢 第五十三节 到耶稣复活以后 他们从坟墓里出来 进了圣城 向许多人显现 那是什么时候 几天几夜 几天几夜啦 大胆啦 三个晚上三个白天啦 讲准一点 三个晚上三个白天 为什么这样 而且这些百夫长一看马上就信了 因为这个事情无可否认 耶稣的神迹啊 这个弯曲悖逆的世代 这个耶稣的神迹如此的明显 不可否认啊 你否认这个你就没得救的希望 ok 好 所以呢 大家看这个就是复 复活我们要讲的是什么 就是出 是什么节 出手节啦 好 那我们现在来算了 我们都被教导说 Good Friday 有没有 说耶稣是星期五上十字架的 如果耶稣是星期五上十字架的话 那星期五晚上 一个晚上 星期六晚上 两个晚上 好 就算你说 好 他是 你早上才复活的 好 我给你第二个晚上 那你总不能说 第三个晚上 没有啦 那我们来算白天 星期六的白天 怎么不是三天三夜 怎么变成 两天两夜 那怎么耶稣连自己一二三都数不清楚啊 所以他是什么 他是星期三 的时候下午钉十字架 大家自己算 星期三的晚上 第一个晚上 星期四的晚上 星期五的晚上 星期五的晚上 第三个晚上 这样子你有没有三个晚上的 好 再来算白天 星期四的白天 星期五的白天 星期六的白天天 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 他复活 是按着什么 出手节的 预言的成分 的意义 精准 一分一秒不差 他复活 复活了以后 其实在山 复活了以后 因为那是晚上 来 复活他已经走人了 而且那个 那个 那个大 空坟墓 那个大石头 天使把他滚开啊 不是让他出去啊 天使把他滚开 是让好像玛利亚 那门徒都能够进来 耶稣哪需要 他们帮他 因为他那个 门徒关在 一处的时候 耶稣就突然出现 门都关着他就出现了 吃完东西又走人了 门也不用开啊 你知道 他复活的 荣耀的身体是这样的 你限制不住他 三度空间 限制不住他了 OK 他已经走人了 那是玛利亚 某大他玛利亚 他等不等到 隔天天还没有亮 他就赶快跑去 耶稣已经在外面了 OK 好 是这样 然后呢 为什么玛利亚要抱他 然后耶稣说 你现在不可以来抱我 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 就是你们父 有没有 我的 我的神就是我的神 然后怎样 我告诉我们那些弟兄 我的弟兄们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 就是初手节早上 他照着 诗篇里面讲 你是神已经 耶和华已经起誓 立他为永远的大祭司 你是照着麦基喜德的等次 是永远做大祭司的 那个时候他 已经是复活荣耀 就是大祭司的职份 OK 他要去真正完成大祭司了 所以呢 他把三天前啊 他在断气的时候 就已经先圈选了一小批的大麦 出手的大麦 先把他们立起来 是照着祭司的规矩 当初的那些大祭司 也是要在那个时候做这样的事情 三天三夜以后 才去收割 出手节才去收割 连夜赶来做 把它磨了 变成那个饼 然后呢 刘一捆在大 隔天早上在大耶华面前摇一摇 同样的 月娜的神迹就是这么厉害 那个时候 他就圈了这么一小圈了 所以什么 以税圣徒的本来是躺着啦 就立起来啦 竖起来 就好像他圈那个大麦 出手的大麦 圈了 圈起来 竖起来 然后呢 为什么他这些等到 复活了以后 他们从门户出来 像 为什么要等到 因为耶稣不要先复活啊 耶稣复活了以后 手批出手的果子 他们就进到城里面 所以突然之内 你就看见你的 真真真真真真 真主婦出现 跟你敲门 Hallelujah 这样子 ok 然后呢 对 后来呢 他就 然后 显现了以后 对不对 隔天早他升上去 最纳妇怎么样 就是把这些出手的果子 戴上去献给父神 然后才再下来嘛 那以后他们就可以摸他抱他了嘛 因为那个大祭司他要保持洁净 万一你这个人 有碰到死的身体 死死或者是走在那个坟墓石的地上 或者什么 已经不洁净了 你 你已经碰到大祭司 又不洁净 他就不能够进 进圣殿里面去做这些的大祭司的职份啊 所以他一定你不能碰他了 ok 这样子 ok 好那所以他上去 以后献出手的果子再下来 好 这个 也就是为什么 启示录里面 约翰被提上天的时候有24个长老 不然就整个圣经你去看 活着被提的 就一个Enoch 对不对 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嘛 神太喜欢他了 把他 来来来来 拿 直接取走了 ok 然后另外一个是谁 以利亚就两个啊 剩下22个从哪里来 ok 好 出手的果子 这样子就验证了我刚刚讲的哥林多前书 那个复活的次序 有没有 第一个是什么 基督 第二个 就是他们这些出手的果子 ok 第三个就是我们 我们也算出手的果子 ok 但是照次序排队 我们排第三个 ok 但是呢 我们活在这个精彩 兴奋 期待那个荣耀的时刻来临的时候 就是那我们荣耀复活的盼望 不会是假的 好 那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讲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